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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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得到這次的育洋獎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驚喜 那在2019年開始修復 之前我們從來沒有碰過 也沒有經歷過所謂的歷史建案 所謂的古蹟 所謂的老宅 那我們是因為對這棟老宅老屋 很有興趣 所以我們當時才研究 怎麼來投標 然後怎麼來經營 維護老房子真的比我們 原先想像的工作要多 非常多 然後也更複雜 跟一般經營商業空間 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老房子本身建築的方面 我們請到許伯源先生 他的建築師團隊 來幫我們整體的評估跟修復之外 他的內裝 也就是大家看到現場的環境跟空間 其實我們用了一個年輕的女設計師 龐真希小姐 她也把這個案子 投到了2021年的美國一個MUSE設計大賽 得到了歷史建物類的金獎 然後我們後面還有一個陽光屋的霸台 得到的是霸台類的銀獎 所以在建物方面 不管是從它的整體結構 還是從它的內裝 都讓我們覺得非常的驕傲 當然老房子在這裡要能夠生存 我們現在的多元空間運用 我們等於是有一個很棒的一個廚師團隊 在2021年也得到台北台中米其林的推薦 那在這裡做美食又不單單只是美食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把美食跟展覽做一個充分的結合 所以我們把美食、美學、美好生活 這幾件事在這個老宅裡面 讓它能夠有全面貌的展現 我們希望這個團隊 然後能夠有一個成功的經營模式 然後所有的老房子也可以因為這樣 企業的投入加上文化局的輔導 還有協助 然後可以讓台灣的整個老房子的經營 可以活絡起來 然後帶給台灣居民的就是 我們有值得驕傲留下來給下一輩的東西 上一代已經交給我們了 在我們這一代好好的發揚光大 我們想要當老屋新生的典範 我也希望說在這幾年的經營下來 我們持續在努力 然後有一天我們可以說我們做到了 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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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菲 pointed 謝謝 ung